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1月25号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关大政卷国际政卷筹律师 吴礼言Kenn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Kenny 早上Irene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昨晚美股各别发展 道指先升后跌 大科技股带动着标指纳指造好 蚊奈地狗市利好肯定的港股气氛 行之夜期左升至153点 相伏了16000关 Kenny 今天我们大股有什么焦点要留意 我想今天大家都是留意着 政策面的变化 因为前段时间大家留意着 2万亿可能在这个星期之内 有机会出 另外我想A股市场的走势 亦都对港股的气氛 带来比较大一点的影响 相信以上的因素 包括一些中资股 中至头股份的走势 可能对大股整体的气氛 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影响 我们稍后也会详细点 再问Kenny 究竟港股现在是怎么部署 是否入市时机 还有美股收市后 Tesla公布了业绩 稍后也会问Kenny 怎样看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以及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一月份的PMI加速扩张 降低联储局很快减息的预期 债息转升颇4.2% 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道指高开之后 曾经升了158点 收市到跌99点 报37806点 大科技股业绩能力 带动标志在场新高 纳指升幅相对较明显 纳指最多升超过1% 收市升大约0.3% 报154801点 标志连续4个交易日破顶 收市微升3点 报4868点 欧洲股市亦做好 市场部署日本加息 日元回价升1% 美汇售额曾经跌穿103点的水平 招点美股 Netflix第四财季的订户数量创新高 股价急升超过1成 芯片股向好 英伟达NVIDIA和AMD 升超过2%至5% 微软Meta亦破顶 微软市值盘中突破3万亿美元 Meta升1.4% Google升大约1% 苹果跌0.3% Tesla业绩前跌0.6% Tesla收市后公布了业绩超过市场预期 本后股价挨沽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八道比港股升近3% 京东升2% 美团升1.8% 亚里自宣布73.49% 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 腾讯也升1% 网易升0.6% 而汇丰控股ADR自宣布60.59% 比本港收市价升大约1% 友邦和港交所都升1.3% 接下来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道指期货跌稳升71点 指亚太区股市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偏远 日经平均指数36125点 跌幅0.3%左右 南韩市跌0.2%左右 澳洲市跌稳升0.2% 新西兰市跌0.2%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期 他预示港股 待会初段 应该还可以找到 黑期升至170点左右 先和Kenny谈谈谈外围最新的消息 Tesla收市后公布了业绩 去年第四季收入增长3% 但就是三年来最低的增长率 亦差过市场预期 公司的汽车收入增长放慢了 部分原因是减价所致 未来都会继续推出新车 但公司预计今年的销售增长 可能会明显低过去年 并且形容 现在正处于两个主要增长浪潮之间 见到Tesla盘后股价都捱沽 可以看看最后股价跌近 是挨近6% 问Kenny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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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但是當中納子七紅的表現都頗為分化 當中又以Tesla的股價表現最為落後 相比起科紙納斯達克指數來說 現在Tesla的股價基本上就看不出 真的是科紙在這裡醒來 其實最大的因素我覺得 是因為Tesla其實近幾年面對著 在它那個行業的競爭性 的確是處於一個加劇的情況在這裡 看回過去一段的時間 無論是環球市場或新能源車銷售最大的市場 中國來說也好 其實在2023年面對著一個競爭加劇的局面 其實一直都存在著 包括我們看到有不同的車企進行減價 或者在其他配套方面加大一個促銷的力度 變相對於不同車企 就算在銷量方面維持著一個不錯的增長 但是在毛利率方面的確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譬如看看Tesla 這次的業績 市場本身預期的毛利率 是有18點多 但是最後出來的結果是17點多 同時如果對比再前一年 2022年 超過22%的毛利率 其實近幾年一個競爭加劇的局面 對於它毛利率所帶來的影響 也相對比較顯著 我自己預計來到2024年 即環球新能源 即競爭加劇的局面會維持 對於Tesla來說 可能未必說太過好 譬如看到Tesla在今年2024年開局 亦都在內地調低了幾款主要車型的定價 即是反映著 2024年會是一個相對比較具挑戰性的一年 以及如果以一個市場份額來看的話 亦都可以反映出相關的情況 因為我們知道 在2022年 其實環球當中 比亞迪以總體銷量來說 就已經超越了Tesla 來到2023年 它這個數量是進一步拋離了Tesla 以及就算以一個純電動汽車去計的話 都是跑贏Tesla 所以在2024年 我相信Tesla面對著 包括了一個領頭羊 即是比亞迪的競爭 我相信仍然存在 在加上有些後起之手 包括了理想 甚至乎是小鵬那些 都在後面趕著上來 所以我自己預計 Tesla面對著一個挑戰 在2024年 都會繼續持續 另一方面 在公司也有其他負面消息 包括了創辦人有關一些藥品的消息 以及近段時間有些汽車回收的消息 亦都導致股價捱沽 我自己認為在這次業績過後 Tesla股價有機會穿一個急跌 之後會慢慢出現一個比較平溫的走勢 但總體上都是一個平溫向下的局面 因為就算現在在美國 整體市況都不錯的情況下 Tesla股價表現相對來說比較差 再加上現在大家對於科技股的焦點 都是擺放在一些芯片或者AI技術方面 反而你說跟Tesla一些比較新能源車 就似乎不是太相關 所以都不是說資金重點關注的對象 所以我自己預計 如果大家真的想買美股 甚至乎提供科技股 可能Tesla就真的未必是首選 是明白 Tesla其實都發展了AI 可能大家現在市場都只是當起車股看著 沒錯 要再遲些才會有其他新業務的焦點 如果看回美股整體的走勢 大家關注下個星期就議息會議 雖然股股未必有很大的變動 在看之後的月份 但暫時對於美國減息的預期降溫了 最近美債息都回升了 但見到部分科技股 剛才提到的晶片股 都仍然很強 是否會繼續支撐著美股 還是如何判斷著現在的美股走勢 現在美股三大指數當中 包括了道指和標指 已經創造歷史新高 我相信他們都會繼續維持著強勢 同時科子也有機會追落後 繼續向歷史新高的位置出發 我自己對美股的看法 仍然相對比較樂觀一點 雖然現在已經累計了比較大的升幅 但大家不妨去想想 究竟這次美股升勢的背後 是有甚麼理論所支持 當然大家會說 在憧憬減息週期緣 或是在未來第一季 甚至在第二季之間 進行減息週期 我相信這個情況 實現的概率相對比較大 但大家可能有一件事 大家有機會忽略到的就是 2024年有機會 連美國聯儲局 一個縮表的進程 都可能有機會出現放盤的情況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在過去年幾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其實美國縮表 對於環球資金的緊縮 其實帶來一定的影響 包括推升一個美債息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隨著近幾個季度 美國聯儲局持續縮表 其實現在反映著美國的一個流動性 包括逆回購所使用的一個使用量 其實近短時間 已經是著一個伸低的水平 反映著 其實美國現在在銀行資金 和資金量 流通性就有少少的緊絕 當然這個緊絕 就不是說有一定的危機 而是說在那個流動性 就沒有以前那麼寬裕 往後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依然看回 美國的一些銀行 一些超額存款準備金 目前來講仍然處於高位 若然這個指標 往後都在一個向下行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著美國縮表的進度 有機會提早結束 一方面減息 一方面縮表是放緩 我相信對於整體環球的流動性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 雖然大家現在講的 內地經濟雖然比較弱 但大家始終不要忘記 現在就算內地央行 都處於一個放水的水平 所以無論是美國 無論是中國 甚至乎環球 央行來看 似乎今年 有一個比較 整體是一個放水的方向 或者是加大寬鬆的力度 我想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導致到美股 今年的機會 穿一個持續向上 最大的因素 那我就轉看看港股 等一下就要問問 Kenny怎樣看港股 但我可能很關注 終於氣氛好一點點 那就是港股 恒指昨天高開248點 之後走勢向上 人行降準消息公佈之後 港股下午再抽上去 美股曾經抽升621點 高位建15975點 恒指全日升545點 收報15899點 成交1,288億 波指升4.2% 報3281點 獲得馬雲增持的阿里巴巴股 股價彈升超過7% 美團升6% 騰訊升超過3% 中字頭股做好 聯通升8% 中移動升超過3% 中石油升6% 北水本路 北水轉為錄得正流入 全日吸資19億8千萬 而個股方面 資金主力也是掃盈富基金 全日錄得10億3千萬 正流入 中海油和中移動分別 吸資3億和1億6千萬 正流出方面 騰訊和建行分別走資6億8千萬 和2億1千萬 繼續和Kenny談談港股方面 昨天可能很興奮 因為下午很少在港股未收市時 已經有這個消息 人行昨天下午提前公佈了 會在未來2月5日 下調過存款準備金率0.5.8% 向市場提供1萬億人民幣的流動性 還預告這兩天都會發佈一些 完善經營性物業貸款政策 去支持房企發展 先說一下人行這個動作 大家都知道這個星期 不停有些舊市的消息傳 是否未來預期會錄著有來 現在這樣很少有地提前預告 還是會降準 這些所有行動和時機 你怎麼看 以及效用 對於港股 剛剛的一個反彈市 是否也有來可以持續到呢 我覺得昨天降準的消息 其實對於市場所帶來的驚喜程度 的確是頗大的 一方面見到它在下降 這個存款準備金的幅度 有成是0.5厘 其次也是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方法去公佈 等於美國意識這樣 可能1、3、5月份 通常是意識那天才會公佈 提早公佈了 接下來是會降準 這個情況其實對於市場 會是一個比較驚喜的作用 為何要在那邊 會立正的角度 會有彈特熱的地方 要恨的彈性 開啟 有彈性